于房子空间变小 加上越来越多零售商推出虚拟商店 自助仓库的需求逐渐增加 自助仓库商表示 过去一两年来需求量增加5%到10% 所需要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记者聂国威报道 两名初来创业的母亲沈慧婷和潘雨璇 三年前原本只做网上销售 去年决定在大巴窑租下实体店面 售卖各种玩具以及儿童用品 由于店面空间小 所以少了自助仓库存放货品 自助仓库商表示 无论个人或企业 对自助仓库的需求有增无减 去年更涨了10% 当然也有生意 他们也觉得有时可能觉得租金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他们可能需要的话 那是临时的空间来存他们的货 或者是存他们的家具 国人越来越富裕 所以购买的物品越来越多 所以储藏空间家里越来越小 你的办公室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需要找额外的储藏空间 所以我们有看上升的趋势 自助仓库商也指出 四年前出租的空间平均在24平方尺 现在却增加到50多平方尺 存放的物品零零种种 比如红酒 白酒 毛绒玩具 戏剧道具 或武士用品等等 我们也有些客户他们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把他们的一些gym的equipment放在这里 然后他们有时也会过来自己做那些运动 年底佳节即将到来 自助仓库的需求也进入高峰期 由于不少人趁这个时候大扫除或装修房子 所以需要额外的空间存放物品 需求量同比就增加了5%到10% 由于营运成本上升 自助仓库的收费也相近上涨了5%到10% 新闯美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